央视新闻报道王一博新角色 认可演员身份 以经典回眸一笑做结尾 王一博凭借陈情令一举爆红 陈一线顶流之后 就一路以高歌猛进的姿态开始进阶 如今的他 顶级流量男星的地位依旧稳固 演员的身份也开始逐渐被认可 近期更是出演了主旋律大剧 理想造谣中国 担任其中一个单元的男主角 其实能被理想造谣中国 这种政绩类的影视资源邀请 已经是足够大的认可了 而这个单元播出之后 王一博的演技表现 他专业又热血的演声戏 原声台词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 但因为顶流的身份 王一博依然无可避免的 受到了一些吐槽和嘲讽 不过随后央视新闻报道 王一博新角色 亲自为他证明了 这篇报道还带着王一博说 蒋先云是自己的榜样的话题 央视新闻特意做了一个短片 介绍王一博的新角色蒋先云 而这个短片全程是由王一博讲述的 不止如此 介绍蒋先云的视频 以王一博的自我介绍做开头 以王一博的经典回眸一笑做结尾 中间则是介绍先烈蒋先云的故事 同时伴随着王一博的原声解说 央视新闻是最主流媒体的代表 所以这次报道 以及带王一博大名的热搜话题 足以证明主流媒体对于王一博的认可度 而以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一博 这句自我介绍做开头 足以证明主流媒体认可他的演员身份 以王一博饰演这个角色时的 经典回眸一笑做结尾 则是认可他的演技表现 让他代替央视主持人 原声讲述蒋先云的故事 则是认可他本人的公众形象 很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的代播作品 电影《维和番暴队》是主旋力大电影 电视剧《冰与火》是正能量主流正剧 所以接下来的王一博 应该会更加被主流媒体认可 演艺事业也会更加顺利 敬请期待 所以对于央视新闻 报道王一博新角色 并认可王一博演员身份和演技表现 你怎么评价呢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